请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校长 立委议员与在地相关专业人士排排站 数到三拉下彩带为方兰心理智商所揭牌 这是国北较大心理智商技健康促进研究中心成立的智商所 获得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合发开业执照 未来将提供收费的心理智商服务 因为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创校126周年 那在2005年转型为改制为中和大学 那我们的失赔生跟非失赔生的比率大概4比6 为了我们所有学生的就业跟创业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跨域创新的转型 那我们希望结合各系所的专业特色 包括薪资系的一个特色 来建构一个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 跨越整合创新服务基地或中心 希望能提供我们各系所的专业来创新发展 更能提供所有学生一个实习的优质场域 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充分的演练 所学 那在这个过程中能具备有一个正向 还有一个向上提升的信念跟思维 所以在实践中可以增强它的实物 跨域以及相关的创新及就业竞争力等等 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心理智商与健康促进的研究中心 在这个中心下设立了一个方南心理智商所 来提供我们所有全国教师 还有学生以及广大的社会大众 我们要为他们的身心灵健康 做出最大的贡献 国北交大是全国第一个与地方政府合作 推动教师智商辅导服务方案的大专院校 基隆 新北 桃园都是合作的对象 透过专业协助提供所有教师心理支持 舒缓教师工作与生活的心理压力 近期扩大服务对象 让民众都可以来心理智商 我们新建中心当然是学校 为了要完成我们的社会实践的责任 所设立的中心 所以我们中心下面有心理智商所 那重点就是在服务民众 对于心理智商的需求 那希望我们可以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总结一下我们大概有几个服务的形式 第一种大概就是个别的方式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的民众或老师 有一对一的需求 想要来寻公协助的话 我们就会由我们的专家学者 或者是我们的心理师 来提供一对一的个别服务 那另外第二种形式是团体的部分 比方说我们可能有一群民众或者是一群对象 有同样的需求 我们会把它集结成一个团体 然后邀请专家来带他们在团体历程中体验 然后第三个就我们刚刚吴主任所提到的 我们会有所谓的演讲跟宣导 来倡议一些心理健康议题 比方说刚刚谈到了压力情绪或亲子之间的沟通的议题 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所以第三个方式是推广的方式 也是演讲或讲座的方式 然后另外我们也会透过一些文宣 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官方网页 或者是我们的脸丝粉砖 粉书脸砖 粉书的脸砖 也都会有一些文章的心理卫生的推广 会有一些心灵小品文 对对对 资商所更主动关怀社区民众 除了不定期举办免费公益讲座 也提供八个例区 每个例有12次的免费资讯服务 善尽大学社会责任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